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养殖大杂蟹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的危机 那么根据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历史 欧洲对于大杂蟹的学名叫做中华熬熬蟹 它并不是一个本土的物种 它是国际自然保育组织叫IUCN所认定的 是一种外来的物种 它的侵略性非常的强 繁殖力非常的可怕 我们可以了解 其实有些时候它这个暴卵 它放出来的这个蟹的卵 将近有上万甚至到250万个 所以它的繁殖力是非常可怕的 它又是一种杂食性的动物 生活能力非常的强 侵略性非常的大 很可能造成很多淡水型的生物 一种重大的危机 它因为它会把它吃掉 会吃它们的这个幼苗 所以在生态上面 就很可能会造成像 福寿罗在台湾所产生的问题 那么在过去一百多年来 欧洲已经几乎是沦陷 德国在大杂蟹的这种损失了 将近数百万的欧元 那么美国在五大湖区 加州附近 也发现了这个大杂蟹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们现在的采取的措施是 发现一只就扑杀一只 日本现在的做法是 只准这个主熟的这个大杂蟹 能够上市 他们对这个大杂蟹的进口 对大杂蟹的这种养殖是严格的管理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有些的台湾的地方政府 有些的县市是积极的推动大杂蟹 而且希望是在稻田里面 养殖大杂蟹 叫做蟹稻共生 如果我们没有良好的管制配套 我们极有可能 这些大杂蟹就冲出了这些稻田 到了我们的溪流 到我们的野外 那可能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呢 远比我们这个 扶索罗的情况还更为严重 所以在中间 未来的这个边境的管制 也就是说我们海巡的这个单位 我们的林务局 我们的农委会的养殖的这个单位 应该要共同来共谋对策 我们希望能够享受大杂蟹 但是也能够注意到 它的生态危机的管控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